今年抽了没 好 今年抽了没 这个公益活动现场 有知名的主持人侯昌明 并且邀请到艺人杨浩威 张玉杰公益现身 分享他们的护肝经验 并且感谢主办跟承办单位 推动这个公益健康活动 呼吁民众一起来顾肝 定期做筛检 早发现找治疗 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跟我们的福人社 还有孤立基隆医院 我们来严可来举办 今天肝炎肝癌的筛检的活动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肝病是国病 台湾地区有250万人 是B型肝炎的代源者 但还有40万左右是B型肝炎 虽然这段时间 政府也大力的推动 有免费的治疗吸肝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的病人 我们每一年去做筛检 还是发现很多的病人 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B型肝 那同时也在筛检中发现 有恶性肿瘤的情况 所以我们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一直在推动说 一方面来做筛检 找出目前民众不知道自己有肝病的病人 一方面也进行大家注意 你每一年都应该要去做 尤其是我们去年开始推动 有关四岁以上今年超人没有 覆超的运动 这个情况就无形中 就是提醒民众 这是国病 有这么多的民众得到这样的肝病 现在肝病确实是可以早期诊断跟治疗 希望大家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那我们知道肝脏 它有小问题的时候并不会呈现 而肝脏最敏感的检查仪器就是腹部超音波 那有时候症状一显现 肝脏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 但是腹部超音波对于这个小病症 或是有小变化的时候 它特别的敏感 所以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肝病防治基金会 部立基隆院还有许许多多福人社的好朋友 然后爱心的捐赠这个服务 也希望这个活动从这一次开始 那配合市政府 配合我们基隆分地区的福人社 来一起来照顾大家的健康 那希望说市民全部一起来 那为了我们的健康 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当然基隆地区我们也是看到 我们十大死因肝病也是在我们的第二位 那所以我还是要提醒 就是我们基隆地区的所有合乎 我们这次这个条件 比如说我们65岁以上的老人家 甚至是我们的一些母子的传染 这个都要再一次我们要再提醒大家 那这次非常谢谢福人社 那还有我们在地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前辈 我们一起有这样一个共襄胜举 大家常说肝是好的 人生就是彩色的 那今天我们福人社总监 陈汪泉陈总监特地带着肝新会 来到我们基隆 那身为基隆福人社的社友 那当然第一时间就要一起来共襄胜群 而身为基隆市市议会的副班长 副议长也在这边要感谢我们福人社 对我们基隆地区所有居民的照顾 这一次的肝脏检查主要是免费 那本来是一次要三千块 不过也是报名有限 所以未来希望说我们福人社也好 还是其他公益团体也好 可以跟鼠基合作 跟我们基隆市合作 来帮我们基隆的民众保护他们的健康 保护他们心肝的健康 这次的公益活动感谢了许多单位 尤其是肝机会 国际福人社许多爱心志工 出钱出力 在现场进行各项服务 获得民众的感谢 他们希望提醒民众 定期抽血跟腹部超音波检查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以达到根除台湾肝病的目的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导